廉价的言语 这些不经思考 不负责任的承诺或称赞 就像是一张漂亮的包装纸 里面却没有实质的礼物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 被这样的言语所包围 无论是来自亲友的鼓励 同时的称赞 还是陌生人的善意 我们很容易被这些话语所感动 甚至一度相信这些话语背后 所蕴含的价值 然而 当我们冷静下来 细细思考 会发现这些言语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廉价的言语之所以能够迷惑我们 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的期望和需求 人们天生渴望认同和鼓励 这种需求使我们更容易 接受那些听起来动听的话语 无论它们是否真实 我们渴望被赞美 渴望被认可 这种渴望驱使我们对那些廉价的言语毫无抵抗力 然而 当我们沉浸在这些甜言蜜语中 却忽略了它们的本质 我们很容易失去自我判断力 理解廉价言语的本质 是保持清醒判断力的关键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 廉价的言语往往是出于一种社交需求 很多时候 人们为了维持社交关系 会选择说一些好听的话 而这些话未必是真心的 有时候这些言语甚至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 说好听的话可以避免冲突 让人际关系变得更顺畅 然而 当我们过于依赖这些廉价的言语时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中 我们会误以为这些话语代表了真实的支持和认同 而忽略了背后的真实情况 比如当我们听到同事的称赞时 如果这些称赞只是为了讨好我们 那么他们对我们的实际帮助是微乎其微的 相反 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这些廉价言语的本质 就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 做出更理性的决策 廉价的言语不仅仅存在于个人之间 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广泛存在 广告媒体甚至政治家都会利用这些廉价的言语来吸引我们的注意 赢得我们的信任 广告中的甜言蜜语 往往让我们误以为某个产品有着非凡的效果 实际上他们只是利用了我们的心理需求 同样政治家的承诺听起来令人振奋 却未必能够兑现 这些都是廉价言语的典型例子 因此理解廉价言语的本质 不仅仅是保护自己不受迷惑 更是一种自我成长的方式 我们需要学会辨别真诚和虚伪 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力 当我们能够看穿这些廉价言语的本质 我们就能够更加清醒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不会轻易被表面的光环所迷惑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所有的言语都保持怀疑态度 而是要学会辨别和筛选 真诚的言语通常伴随着行动 而廉价的言语往往只是空洞的承诺 当我们能够区分这两者 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 从而建立起更深厚 更真诚的人际关系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反思自己是否曾经使用过廉价的言语 我们是否曾经为了避免冲突 而说出一些自己并不认同的话 我们是否曾经为了赢得他人的好感 而说出一些过于夸张的称赞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只有当我们自己能够真诚地对待他人 我们才能期望别人也以同样的真诚对待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判断力 首先 我们需要学会倾听 不仅仅是听到对方说了什么 更要听出对方话语背后的意图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提问 通过提问来了解更多的信息 从而判断对方的言语是否真诚 最终我们需要学会反思 通过反思来检验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 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判断力 言语与行动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这差异不仅仅在于言语的无成本 更在于行动的沉重付出 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话时 我们往往会因为他们美丽的辞早而感动 或是因为他们的承诺而充满期待 然而言语是没有成本的 说出我爱你或我会帮助你这样的话 对说话的人来说 不需要付出任何实际的代价 但这些话语的真实性 却必须通过行动来验证 行动需要投入时间 精力和资源 是对一个人品格和诚意的真实反应 当一个人说他爱你 他可能只是轻易的说出口 但如果他每天都花时间陪伴你 关心你的生活 那么这些行动便赋予了言语真正的重量 当一个人承诺要帮助你 他可能只是在言语上 给予你一丝希望 但如果他真的在你需要时出现 为你提供实质的支持和帮助 那么这些行动便证明了他的真心 我们常常被言语所迷惑 因为言语可以编织美丽的梦想 可以让人心生向往 然而梦想如果没有行动的支撑 就如同空中楼阁 终将一碰几碎 言语是如此轻易 轻如羽谋 而行动则是如此沉重 重如山岳 只有通过行动 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的内心 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真实意图 行动是检验真诚的最好方式 说的再多 不如做的更多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承诺和誓言 我们应该学会分辨 不要仅仅因为美丽的言辞而感动 而是要观察对方的行动 他们是否真正为你付出 他们是否真正履行了承诺 只有行动 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真心 在这个充满资讯和言语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包围 说将媒体上的赞美 广告中的承诺 甚至身边朋友的话语 都在试图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判断 然而 我们不能被这些廉价的言语所左右 我们需要学会冷静的思考 理性的判断用行动来检验真理 行动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歪在表现 当一个人真心关心你 他会用行动来表达 当一个人真正支持你 他会用行动来证明 言语可以被伪装 可以被夸大 但行动却是无法掩饰的 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努力 都是他们真实意图的体现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 我们会遇到许多人 他们会对我们说许多话 但我们应该记住 不要仅仅被这些言语所感动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行动 因为只有行动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只有行动才能证明一切 回想一下 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一个承诺 而充满希望 最终却发现那只是一句空话 又或者你是否曾经被一个人的言语所迷惑 最终却发现他的行动完全背离了他的话语 这些精力教会我们 不要轻易相信言语 而是要观察行动 行动需要付出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时间精力和资源 这些都是行动的成本 当一个人愿意为你付出这些 他的诚意便显而易见 而那些只会说话却不行动的人 他们的承诺便如同空中楼阁 随时可能倒塌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行动 无论是对待朋友 家人还是对待工作和生活 我们都应该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言语或许可以一时取悦他人 但行动才能真正赢得尊重 当我们用行动去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们便不再只是说话的人 而是行动的人 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所以当你听到别人对你说那些美好的话语时 请不要轻易被感动 你应该观察他们的行动 看他们是否真的为你付出 是否真的履行了承诺 只有这样 你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真心 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永远不要被廉价的言语而感动 说话从来不用成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被各种美丽的言词所包围 这些言词或许是朋友的赞美 同事的鼓励 甚至是网络上的留言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思考过这些话的背后 是否有实际的行动支持呢 这正是我们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原因 当我们面对这些美丽的言词时 第一步应该是停下来 问自己这些话背后有没有实际的行动支持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这些话可能仅仅是空谈 比如一位朋友总是说要帮助你 但每当你需要帮助时 他总是找借口推脱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怀疑这些言词的真实性 批判性思维帮助我们识别这些言词的真伪 避免被蒙蔽 其次我们需要思考对方说这些话的动机是什么 每个人说话都有其目的 有时候这些目的可能并不那么单纯 比如一位销售员向你推销产品时 他的言词可能非常动听 但他的真正目的是赚取佣金 因此我们需要透过批判性思维 来分析这些动机 看清言词背后的真相 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而不是被表面的言词所迷惑 批判性思维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被情感所左右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某人的情感 而忽视他们言词的真实性 比如我们可能会因为对某位名人的崇拜 而完全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然而名人的言词也可能会有夸大成分 甚至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 分析这些言词是否有实际的根据 而不是盲目的相信 此外批判性思维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世界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各种言词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没有批判性思维 就容易被各种信息所迷惑 甚至误导 因此我们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 学会分析和判断 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 做出正确的选择 要培养批判性思维 首先需要学会独立思考 不要盲目地接受别人的言词 而是要问自己 这些话是否有道理 是否有实际的证据支持 这需要我们多读书 多思考 多与不同意见的人交流 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 开阔自己的视野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质疑 不要害怕提问 不要害怕挑战权威 只有通过不断的提问和质疑 我们才能发现问题的真相 找到真正的答案 质疑不是否定 而是寻求真理的过程 只有经过这个过程 我们才能培养出 真正的批判性思维 另外 我们还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批判性思维并不是固执己见 而是要开放地 接受不同的观点 并进行分析和判断 这需要我们尊重别人的意见 从中学习和借鉴 从而丰富自己的思维 当我们学会了批判性思维 我们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避免被廉价的言辞所蒙蔽 我们会更有能力识别那些虚假的言辞 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 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我们也会更有能力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 从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中 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被美丽的言辞所迷惑 无论是朋友的赞美 还是社会的声音 我们都需要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透过批判性思维来看待这些言辞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避免被蒙蔽 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需要教育下一代 让他们从小学会批判性思维 这样 他们才能在未来的生活中 面对各种言辞和信息 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不仅仅是对他们个人的成长有益 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益 因为只有当更多的人拥有批判性思维 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理性 更加健康的发展 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言语 有些言语轻如红毛 有些言语重如泰山 但我们常常被那些廉价的言语所蒙蔽 以至于忘记了真正有价值的话语 是那些能够兑现的承诺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学会辨别廉价的言语 和真正有价值的话语 选择那些言行一致的人交往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充实 言语是最容易获得的资源 说话不需要成本 因此很多人可以随意说出 各种美好的承诺 却不会去实现他们 这些廉价的言语 就像是一张张空投支票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时 很容易被表面的美好所迷惑 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然而 当承诺没有兑现时 我们才会发现 这些话语其实毫无意义 甚至让我们陷入更深的失望中 相反的 真正有价值的话语 是那些能够兑现的承诺 这些话语可能不如 廉价的言语那么动听 但它们有实际的分量 能够带给我们真实的帮助 那些言行一致的人 他们的话语往往简单明了 却富有深刻的意义 他们不轻易许怒 但一旦做出承诺 就一定会努力去实现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学会辨别 哪些是廉价的言语 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话语 首先 我们需要观察一个人的行为 看他是否经常说一些 无法实现的话 如果一个人经常许诺 却从不对现 那么他的话语 就变得廉价而没有意义 我们应该远离这样的人 避免被他们的虚假承诺所迷惑 其次 我们应该选择 与那些言行一致的人交往 这些人可能不会轻易许诺 但一旦他们做出承诺 就一定会尽力去实现 他们的话语是有分量的 能够带给我们实际的帮助和支持 与这样的人交往 我们会感到更加安心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有价值的 此外 我们自己也应该成为 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说话容易 做事难 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轻易许诺 凡事三思而后行 一旦我们做出了承诺 就要尽全力去实现它 只有这样 我们的话语 才能变得有价值 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 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情况 对方的言语 看似美好 但实际上 却无法实现 这时候 我们要学会冷静分析 不要被表面的言语所迷惑 比如 当一个人向你承诺 某些事情时 你可以问自己 他是否有实现这些承诺的能力和资源 他过去的行为是否一致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他的承诺很可能就是一张空投支票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动人的言语时 往往会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情感波动 这种感觉在那一瞬间 似乎能填满我们内心的空虚 然而 这些话语往往是廉价的 因为说话从来不用成本 人们可以随意地讲出动天的话语 但这些话语背后是否有真诚的情感之称 我们无从得知 这种廉价的言语可能会暂时让我们感到愉悦 但长期来看 它们会对我们的情感健康造成不可忽视的损害 因此 我们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情感 不轻易被言语所动 才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稳定 情感健康是我们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廉价的言语就像一颗颗糖衣炮弹 虽然表面甜美 但内心却空洞无误 当我们过于依赖他人的言语来获取情感满足时 就容易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 让我们的情感健康处于风险之中 这种风险来自于我们对他人言语的过度期望 当这些期望无法实现时 我们的情感便会受到打击 因此 保护自己的情感 学会辨别真诚与虚伪 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技能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各种社交媒体平台 让我们每天都接触到大量的信息 其中不乏许多动人的言语和故事 然而 我们必须明白 这些话语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 许多时候 人们为了吸引注意力 会刻意美化或夸大事实 我们需要保持理智 不要被这些廉价的言语所迷惑 因为它们很可能只是短暂的情感麻醉剂 而非真正的情感营养 如何保护自己的情感呢 首先 我们要学会自我肯定 减少对他人言语的依赖 自我肯定是一种强大的内心力量 它让我们不再轻易受到外界影响 而是依靠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来确立内心的稳定 当我们能够自我肯定时 就不会轻易被廉价的言语所感动 因为我们知道 真正的情感力量来自于内心 而非外在的言语 其次 我们要学会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 它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辨别真伪 避免被表象所迷惑 当我们听到动人的言语时 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 这些话语背后是否有真实的情感支撑 它们是否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经验 通过这种批判性思考 我们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情感 不被廉价的言语所左右 再者 我们要学会管理情绪 情绪管理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技能 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当我们面对动人的言语时 不妨先冷静下来 给自己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些情感 而不是立即被它们所带动 这样 我们才能更理智地看待这些话语 避免情感上的波动 此外 我们也应该学会与真诚的人交往 真诚的人不会随便说动听的话来讨好我们 他们的言语和行动都是一致的 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情感支持 当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时 我们的情感健康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真诚的关系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 有时候 我们会因为一句动听的话而感动 以为那就是信任的基石 但事实上 信任并不是这么轻易就能建立的 信任是一种需要时间去孕育的情感 它需要在实际的互动和行动中逐渐成型 说话不用成本 这是事实 所以不要因为几句甜言蜜语就全然相信一个人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时间来观察 来理解对方的真正品格和行为 你可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某个人说了些让你心动的话 让你觉得自己被理解 被重视 然而言语的力量虽然能够瞬间打动人心 但真正能够证明一个人价值的是他们的行动和持续的表现 信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和多次的互动来验证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信任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建立的 初次见面时 或许对方的话语让你感觉温暖和贴心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要真正建立信任 我们需要观察对方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 是否一如既往的真诚和可靠 时间是检验信任的最好工具 无论是朋友 同事还是亲人 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相处 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 那些经常在你需要帮助时出现的人 那些在困难时刻依然站在你身边的人 才是值得信任的人 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学会辨别哪些人是真正值得信赖的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理解和接受 但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更需要谨慎 信任不是廉价的 它的价值在于它需要时间和真心去建立 实际的互动和行动是建立信任的关键 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来检验对方的真诚度 例如一起完成一个项目 或者一起经历一些挑战 这些经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真正品格 当我们看到对方在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和行为 我们就能够更加确定对方是否值得信任 同样的 我们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展现自己的真诚和可靠 信任是双向的 我们希望别人信任我们 我们也需要展示出我们值得被信任的品质 在互动中 我们要以承待人 信守承诺 这样才能够赢得对方的信任 不要因为对方的一两句动听的话语 就全盘接受一个人 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对方的不公平 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展示自己真正的面貌 我们也需要时间来理解和接受这一切 信任的建立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 或许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挫折和挑战 但这正是检验信任的重要时刻 那些在困难时刻依然支持我们的人 那些在我们犯错时依然理解和包容我们的人 才是值得我们信任的人 在这个充满快速信息和及时满足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耐心去建立真正的信任 不要急于求成 也不要因为短暂的感动就轻易下结论 给自己和对方一些时间 让信任在实际的互动和行动中逐渐建立 最后 让我们一起珍惜那些在时间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信任 这些信任不仅能够让我们在生活中感到安全和被支持 还能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稳固和持久 记住 信任是时间和行动的结晶 唯有经历时间的洗礼和行动的验证 信任才能够真正成型 时间是信任的最好见证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 那些在多次互动中始终如一的人 才是我们应该信任的对象 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保 持耐心和谨慎珍惜每一次真诚的互动 让信任在这些互动中逐渐建立 信任是一件宝贵的事情 它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 我们不能只依靠言语来建立信任 而是要通过持续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观察和判断 找到那些真正值得我们信任的人 当我们被动听的话语包围时 保持理性的头脑尤为重要 理性能够帮助我们冷静分析 避免情绪化的判断 试想一下 你是否曾经被那些甜言蜜语所迷惑 那些看似充满善意的话语 往往没有实际的行动支撑 只是空谈 这时候保持理性的头脑变显得格外重要 理性就像一座灯塔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为我们指引方向 让我们不至于迷失在情绪的海洋中 这些噪音可能来自于社交媒体 朋友 家人甚至是陌生人 当这些声音充斥在我们耳边时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 仔细思考 分辨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 哪些只是廉价的言语 保持理性的头脑 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些言语时 不被情绪所左右 我们需要学会冷静地分析每一个信息 问问自己 这些话语背后有什么动机 这些言语是否真的有助于我的成长 理性的头脑能够帮助我们过炉掉那些无价值的噪音 只保留那些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 价值观的坚持是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课题 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信念和原则的坚持 更是对我们内心真实感受的忠诚 很多时候 别人的话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 甚至怀疑自己的决定和行为 然而 我们必须明白 别人的话语只是他们的观点 而不一定是事实 只有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的内心和价值观 因此 不应该被外界的言语所左右 保持理性的头脑 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些言语时 不被情绪所左右 我们需要学会冷静地分析每一个信息 问问自己 这些话语背后有什么动机 这些言语是否真的有助于我的成长 理性的头脑能够帮助我们过 卢掉那些无价值的噪音 只保留那些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 价值观是我们在面对外界言语时的指南针 无论外界的言语如何 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和原则 是我们在面对廉价言语时的指南针 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才能不被外界的言语所左右 价值观不是随风飘荡的羽毛 而是扎根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根基 当我们遇到那些试图通过廉价言语来影响我们的人时 我们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不被外界的言语所动摇 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价值观的坚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 还能够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 依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 有些人可能会说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是有益的 这没错 但我们需要学会分辨哪些是有建设性的意见 哪些只是廉价的言语 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 会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关心 而不是仅仅用言语来讨好我们 保持理性的头脑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噪音的世界中 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做出明智的选择 提升自己的洞察力是我们辨别真伪的重要能力 洞察力是我们能够看穿事物表象 理解其背后真相的能力 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经验积累而来的 当我们面对各种言语时 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分辨其真实性 比如在听到某些言论时 我们可以通过查阅资料 思考其背后的动机来判断其是否可信 为了提升洞察力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是阅读和学习 通过阅读各种书籍和文章 我们可以增长知识 拓宽视野 这对于提升洞察力非常有帮助 其次是积累经验 无论是工作中的经验 还是生活中的经历 都是提升洞察力的重要来源 每一次的经历都能让我们对事物 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此外 我们还需要学会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是指不被他人的观点和言论所影响 自己进行分析和判断的能力 这种能力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各种言语时保持清醒 不被轻易感动 我们可以通过多问为什么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当我们遇到某些言论时 不妨多问问自己 为什么对方会这么说 他的观点是否有一句 这样的思考过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判断事物 洞察力的提升不仅仅是为了辨别言语的真伪 更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从容的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当我们具备了足够的洞察力 我们就能够在面对各种言语时 不被轻易感动 保持冷静和理智 我们不再轻易被别人的话所左右 而是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做出最符合自己内心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学会接纳和理解他人的观点 虽然我们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排斥他人的观点 我们可以通过接纳和理解他人的观点 来丰富自己的思考 从而让自己的价值观更加完善和坚定 总之 价值观的坚持和洞察力的提升 是我们面对廉价言语的两大法宝 只有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才能在面对外界的各种言语时 不被轻易感动 只有提升自己的洞察力 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辩逼言语的真实性 更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 不断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提升自己的洞察力 做一个不被廉价言语所左右的人 常言道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